田馨老师 上周美股回落再加上恶务议题 好可怕喔 平化 你知不知道 只要军事活动一旦展开 烧的钱就是天文数字 这么可怕 想了解吗 当然 看节目啰 我总的一个老师 田馨老师你好 平化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华冠投股股市田馨 严夕老师喔 亲爱的老朋友 上周开盘呢 新春开红盘 上周五个交易日 让老师让大家 天天都在赚钱 天天都在数钞票 包括我们的富财 创围 光洁志源 双红锦硕 有没有让你赚到饭店 老朋友心目也就是 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 被动女神啦 老师是有被动女神的称号啦 宅白女王的称号啦 还有红包仙女的称号啦 以及包括了 长辈古代言人的称号 回到了老师 过了六日 回到了这个礼拜 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对不对 本来应该是 爱与和平的一天啦 怎么看到今天 大盘回落超过300点 我心都凉了一半啦 黑天鹅都满天飞 老师顶改啦 好 在解盘之前 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没错 大家就是心想事成 心花怒放 有情人忠诚眷属 尤其上礼拜赚这么多 真的 会员听好啊 今天先带另外一半去吃大餐 那个钱不要省 不要买单 这礼拜 这礼拜 上礼拜的节目就提醒大家 先去花钱了 真的一定要 对不对 好 看回来 好 看回来 你看一下台股 好的 台股是今天回落比较深一点 今天回落比较深一点 我先带记忆给你 好 上个礼拜四 道琼已经在回落了 我上礼拜是不是在解CPI的问题 我说你要抗通膨 最好的操作工具就是买股票 没错 好 然后呢 你看到今天来 为什么 什么事情 CPI还没有影响台股这么重 俄乌议题 俄乌议题延烧了 从上礼拜五 这边你可以看一下 从上个礼拜五 因为拜登总统的一通电话 告诉一些西方领袖说 俄乌议题有可能在16号 也就是今天14号 在两天 有可能开打 有可能 这里要看一下 那我今天带了一个图给大家看 好哦 这个图大家稍微看清楚 还是要有一点概念 是 地理位置的概念 对 没错 因为延熙常讲 第一点 非经济因素影响 是 对不对 但是因为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俄乌议题 从年前一直延烧到现在 烧到现在 尤其近期后 雅谷全部都是因为俄乌的议题 全部趴下来 没错 这边要稍微了解 那延熙之前已经解过了 我说过 这个非基金因素 只是短空长多 我说过这种非经济因素 绝对要用这个概念去想 但是我今天拉过来 我用另外一个角度 是 切给各位看 好哦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可以看 你先看地图 好 地缘关系我们要了解 好的 因为俄乌议题就是顾名思义 俄罗斯对乌克兰 那现在大家会害怕 为什么拜登总统有这句话 有这个看法 对 虽然还没被证实 但是他有这样的看法 对不对 好 因为俄罗斯是已经出兵包围三面 哪三面 北面白俄罗斯帮你包围了 然后东面跟南面的半岛 我都全部出兵了 等于乌克兰三面受敌 有哦 这个图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非常清楚明白 看清楚了 所以现在我给大家一个 再给大家一个观念 好 你现在会觉得 可能有恐怖军事活动 可能要开始了 有被斩 我们来这个好玩了 现代化的军事活动 我跟各位讲 要有一个概念 现代化这种军事活动 打的是什么 钱 烧的是钱吗 对 为什么咧 我们从头开始讲 军队一出动 就开始烧钱了 再来呢 单式战机一起飞 那个烧钱是超乎你的想象 给一个观念好不好 好 给一个观念 好 你有没有发觉 现在啊 那个前两年 那个对岸的战机一直扰台 对啊 时不时就飞个来 那个 挥克一下下 这个是军方数字 对方的战机扰台 相对的我们的战机 一样要升空去监控 没错 只要战机一升空 一个小时 一小时 单价哦 对 单价 单价一个小时 就要花费100万台币 天啊 我要给你一个数字概念嘛 好 所以你其实去想一下 去年两年后对岸的战机一直飞来飞去 我们应该已经烧了200亿跑不掉 天啊 这是军方给的数字哦 不是我乱讲的哦 这个都可以查的哦 再来你用这个烧钱的概念 来看俄乌议题 对 因为不可能说我们烧钱 俄乌这两国不烧钱吗 一样烧钱啊 一样烧钱哦 那我们现在用GTP 俄罗斯的GTP的规模来看哦 如果它不能数战数绝 因为一天你看哦 光一个小时战机就100万 100万哦 如果它不能数战数绝 这个打下去 会烧的是天文数字 我们用钱来思考嘛 我问你你会不会打 哎 要不开钱就要 你用钱来思考你就会觉得 这个代价太大了 真的代价太大了啦 好 再来哦 你要记得哦 不要忘记就是在之前苏联时期啊 其实那个乌克兰 中间的那个乌克兰 它一直就是军工的重镇 所以它有相对的一些军事实力 不是那么简单打啦 你要有这个概念 它有军工的一个背景 它可以制制很多的一些 作战的用品 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个我们不能讲太明啦 对对对 它可以制制很多军工用品啊 对不对 好 那如果真的打出延长赛 那我问你啊 会不会拖垮俄罗斯的经济 一定会的啊 再来一个概念哦 好 从2008金融海啸那个时候 这几年其实美国一直在对 俄罗斯做经济的制裁嘛 是 那这几年后 光从2008金融海啸看到现在 我记得当时是大概2008年是23 俄罗斯是用卢布 23对1美元 到现在已经2022了嘛 现在是多少扁到多少 76对1美元 天哪 这就会相对的俄罗斯的GDP的规模越来越小了嘛 对啊 越来越小实力早就不是以前当时它的苏联时代了嘛 我问你它有实力打吗 没有 我们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就好了嘛 所以以后看回来 来 看回来后你要知道 这段时间延熙给你的操作就跟别人不一样 是 为什么这样讲 我常说不管任何的事件发生 你一定要有长线保护中线 再保护短线的概念 有的 对不对 长线你要懂产业面嘛 没错 保护中线的营收嘛 再保护短线的技术嘛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哦 我说过你这段时间要稳健获利 你光看举例来讲 光节来讲 好的 为什么我一直告诉你 你要跟着我稳健 稳健 因为说实在开盘 一年260天 对 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震荡啊 是啊 那这些震荡会造就会是什么 来 前上个礼拜已经是生息的问题 没错 在震荡了 是 年前的恶物议题吵到现在还在烧 是啊 等于黑天鹅从年前飞到现在还在飞 对 但是我跟你讲什么 你有沒有发觉我当时封关前讲的股票 跟现在讲的股票都一摸摸 一样样啊 我说过我稳健 用长线的观念 你看光节 对 去年我买的时候是三字头 三字头的股价 年中买三字头 没错 去年头 你看我说过你不管任何的操作 我拜托你要有成本优势 嗯 什么叫成本优势 我三字头有没有成本优势 当然有啊 我买三字头的股价冲到九字头了 是 好 再来喔 再来年底买的五字头 五字头 有没有 一样有成本优势 没错 好 同样的你看到年前封关这段时间 股价冲出去以后 好 年前封关这段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游标移耶 你看清楚是不是封关前这几天 嗯哼 都在跌 对 拉回了 嗯 都在跌 是 我当时 我是不是同样告诉你 光洁 有 没有改口过 好 包含有LINE 包含有会员想要问我 说老师要不要卖要不要卖 我跟你说什么 你可以先抱着啊 嗯哼 对不对 我说过你不要砍在那种 没有尊严的地方 对 好 再来咯 我说过我够稳健 是 上个礼拜四的节目 在这一根红K 看清楚 我上个礼拜是不是直接点出来 我告诉你 你过年前这段时间 来问颜希的 我叫你不要砍在没尊严的地方 上个礼拜四了 可以啦 要砍去砍 你不想抱的 对不对 你不想抱的可以砍嘛 嗯 好咯 我让你 我用光洁举例 为什么 这是很短线 上个礼拜五是不是直接回落 对的 今天又再度回落 对 我问你 我给你的动作是不是对的 是的 我上礼拜四是不是告诉你 不想抱的要出就出吧 指令清楚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不像我们 有买到三字头 有买到五字头 你的成本可能是 对你可能没有什么成本 又是买了八字头七字头的 你可能不小心绝高了 对上个礼拜 礼拜四都还有来到90块 没错 我说你是不是很好出 当然啦 很好出 好那你看这两天 我就用极短线来告诉你嘛 我说过你要找的是 稳健获利的老师 我不只要驾驭标股 我更要驾驭长辈股 为什么大家看我的实力 告诉我 为什么大家都说我是长辈股女生 你光看光姐就知道 对 再来你想要做短线 我光这个短线是不是又再次告诉你老师短线的实力 是啊 所以是不是够稳健 当然稳健囉 所以现在我告诉你 这两天 那个道琼回落 对的 然后台股今天我常讲啦 长痛不如短痛 明明没有我们的事嘛 是啊 我问你恶物议题关我们什么事 不关我们的事啊 那扫到红台不得耶 很多人就喜欢自己吓自己 对 很多人就喜欢自己吓自己 可是你今天的测标 看清楚 好 为什么 恶物议题延烧嘛 机会一定来了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哦 道琼已经回落两天了 对的 台股今天第一天回落 我问大家啦 假设你封关前 今年的封关前 台股你完全没有买 那是不是回落 因为上礼拜我已经提醒各位 一周涨了700点 700点哦 没错 指数涨了700点 有没有 指数这边看清楚 涨了700点 假设你封关没有跟着我报骨过年 这700点你赚得到吗 赚不到 好 假设你没赚到 是不是要等这一波回落的机会 当然是啊 所以坦白讲 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哦 所以亲爱的朋友 不要看到指数拉回 就在担心跟害怕 你没有方向 老师给你方向 你需要信心 老师在节目当中 不只给你信心 还给你不同的面向跟数据 告诉你 这个盘 没有看坏的理由 所以亲爱的朋友 那么接下来如何赚呢 务必跟紧脚步了 买大红包 送大红包 持续来做开放 电话来做拨通 欢迎您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 听了第一个阶段的节目 你会发现到 老师讲的 今天有很好的道理 老师讲的 让你顿时清楚明白 原来现在大家担心跟害怕 都是多余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当你在害怕担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老师就在这里给你信心 给你指引 给你方向 上礼拜甚至在年前 很多人在说 这个黑天鹅一样满天飞 对不对 到了风关 又有人说 黑天鹅一样在飞 都是讲一样的 都是讲一样 都草一样 但是你会发现到 在人家恐慌害怕 在人家在说 黑天鹅满天飞的同时 老师有没有让你赚到光洁 有没有让你赚到负财 有没有让你赚到创为 智源双红紧烁 我们谈的都在这里 指数涨了700点 700点不止我们赚到的指数 更赚到了标股 所以亲爱的朋友 如果说这一波你没有赚到 甚至你赚太少 想赚更多的好朋友 赶快跟上脚步来 所以我常跟大家强调 关键时刻 要下关键动作 是的 年前是不是关键时刻 当然是关键时刻 封关前来 把这大盘K线看清楚 好的 我说了嘛 现在才是开红盘的 第二个礼拜的 礼拜一 没错 记不记得封关 25号 26号 是的 这三天 这几天的节目 大家都可以回去听 我说你就是爆股过年 我包含节目的测标 我也告诉各位 我说就是爆股过年 那爆什么股 爆好股 当然了 爆好股 那爆什么股 我常讲 我就拿我的股票给大家看 举例说明 举例说明 3624 可以爆吗 我成本在三字头 五字头 我会不会 我是不是很耐震 真的啊 避震器都把你挂好了 所以我说后 你不管参加任何老师 我希望你跟到老师后 要稳健获利 一定要稳健 你一定要操作上面 要像延细这样 稳健成本的优势 为什么 你当时有三字头的单 你有五字头的单 充高获利一点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你不想爆这么多过年 那就放一些嘛 放到一些 结果看到现场 哎哟好恐怖 上礼拜四老师说 我不想爆的还可以出 没错 好多股票就是来回转啊 有没有这个概念 有哦 你可以架叉单来回转 拨断单 三字头的你会卖拨断单吗 对不对 就这个概念 所以长线的观念很重要 再来 我说过 不管盘是在任何时候 你把眼光 放在 未来有成长性 未来有趋势性 的产业 对的 很清楚吧 我没有改口过 我说半导体今年很重要 IC设计我上礼拜又提醒你 没错 还有细晶圆也很重要 为什么 它是半导体的上游啊 对呀 好而且 盐希又跟别人不一样 很恐怖 上个礼拜的红台位第一天 开红盘第一天扫细晶圆 是 对不对 盐希告诉你细晶圆是什么 短空长多啊 对 有没有持续涨回来 直接涨回来 让你这样子 很好赚的老师 你要我看短线 你要看我短线实力 我直接给你看短线实力 短线实力 我告诉各位 你要当长背股代言的人 不是这么讲 这么简单 为什么 我一定是说 我长背股 是不是短线短线短线 累积起来的 对没错 短线实力 轻而易举 是你看股票就知道 看操作就知道了 看股票就知道了嘛 好再来一个概念 3189过年没有人要讲窄版 盐希你再给我讲窄版 有没有搞错 还特别做了一个特辑 在过年期间 有看到吗 我这个指标就放在过年 没错 我放在过年 是不是来 你的价钱就在200附近 200以下随便买 没错 你是不是过年前 你都有很便宜的价钱可以买 很水当当的价格 我就讲这一档涨很慢 涨很慢 这样子一波 大家看一下一波 也超过20块 哎呀也很好 赚10张就20万了耶 这个涨最慢的 再来这涨最慢的 来3035 我过年前一直在告诉大家 十全师妹 你要爱卜我还是回你资源 记得吗 有 你现在把那个过年前的K线看清楚 哎呦 盐希你给的股票真的是在跌的 当时过年前它是回落的 你还告诉我 你同样一个口径回我 你不要再来问爱卜 我跟你讲资源好不好 完全没有改口过 就是要看资源啦 结果你没有发现 开红盘以后 砰砰砰冲出去 对呀 冲出去以后 新闻一直告诉你 哎呦现在资源后 SIC出货爆增 堆叠是成长啦 哎呀已经涨上去好多天了呢 没关系 就快要250了嘛 249嘛 对呀 哇快要250 然后呢新闻告诉你资源很好 天哪你当然要买资源 当然是跟着眼线老师买啊 有没有看到你光这一段好了啦 是啊 已经快要49块了 没错 我们算40块好了 一张4万块 10张40万 嗯 天哪 对对的时间 大盘都没有涨 对呀 再去比较大盘 大盘有涨吗 就700点 就只是 哎呦红包行情嘛 真的 对不对 可以丢 演戏就说封关前报一些股票嘛 还有 够不够稳健 你来看 好 过年前涨了没有 你看过年这段时间 K线都在这里清清楚楚 还没涨喔 都没有啊 都没有涨呢 演戏是不是就告诉你 高速传输 非常重要 有的 之前高速传输 山雄都背起来了 有的 只是早发动晚发动而已 好 然后那个预创近期是动了一点 但是最猛的是谁 我们的创委啊 是啊 有没有看到创委 哇 走直线的 有 走这集的路 哎 价差超过70块钱呢 哇 10张多少啊 70万 塞金库啦 国产车都有一台了 恭喜会员啊 路坛路质啦 最后我光这两天 光今天这个恶务议题 我就告诉你 那个稳健获利嘛 有 稳健的操作 你把K线敲出来 然后K线可以说话 股价走势代表一切 是的 再来为什么全市场说 一定要找长辈股代言人 你光看去年 吓死宝宝了 应该全市场没有人像我一样 去年做十当长辈股吧 很可怕 让你赚到翻天 赚个巴巴巴 赚个嘴 我就讲我去年的那种 20个百分点 30个百分点 我都不讲哦 真的 我不讲哦 白面不够了 你直接看我去年的长辈股 就是10档 没错 好包含年前 我还告诉你 今年看好的就是什么 长辈股 长辈股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哇好恐怖哦 去年载版两档 高速传输也有 也有 然后呢 矽晶圆也有 也在里面 对啊 车用光节也有 哇哇哇 你喜欢联发客也有 有娅信 有娅有娅信 所以在这里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一波回落 绝对是后 你年前没有把握机会的好朋友 再次的机会 是的 再次 再次的机会 对 所以想要跟着我们 今年 赢在起跑点 持续赚下去的好朋友 就轻松跟上咯 来 亲爱的老朋友 你会担心你跟 你会害怕 那是因为 你不在老师身边 你如果在老师身边 你会发现 哎老师 现在那大盘回落 是不是又是机会了呢 哎 你要有这样子 正向的一个观念 所以亲爱的老朋友 恶物议题 持续的延烧 不是现在才烧 是年轻 一直烧到了现在 那么机会是留给准备好了 人您准备好了吗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赶紧跟上脚步了 节目就再次感谢 甜心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品化 幸运甜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 跟着来 延期祝全国的好朋友们 操作顺利哦 怀体频大的好朋友 明天见啰 拜拜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紧急公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骨104年 金管头骨新资地009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